你好,我是培德學校的何術珍校長 在二千多年前約瑟和瑪利亞去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瑪利亞已經快要生產了 他們想尋找一個地方去休息和生產這個小孩子 但他們所得到的答案只不過是客店裡的主人告訴他們 沒有房間,沒有房間就是這個回應 有時在我們的生命中,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有一些時刻,我們都可能會面對沒有空間,沒有房間這個回應 那些時刻就是我們看不到盼望 在人生當中看不到盼望的時刻 如果我們落入這個景況的話 我想請你不單止注意到那位謙卑在馬曹裡的耶穌 你更加要注意,更加要轉目去注意這一位在十字架上面 已經宣告了最終勝利的耶穌 在這個聖誕節裡,允許我鼓勵你 要堅守你,堅守我所承諾的這個指望 不要動搖 因為那位依許我們的神是信實的 神是信實的,昨天,今天,明天 無論我們是得或是失 陪得基督教學校的全體同工和我 都祝福你能夠得著從上以來的喜樂和平安 祝你和你的家人有一個快樂平安的聖誕 八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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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宮